您越想就越覺得自己委屈 翻片了 對 不錯 這個事情的確應該過去了 從我的開始我應該不提了 看了三個女嘉賓了 您覺得這個是最合適的嗎 也可以這麼說吧 總的來說 她比那幾個有氣質 今天您不是衝一個叔叔來的嗎 對 就她哪一點比較打動您 讓您覺得 可以放下所有的這些東西 然後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 她是退休老師 這是一個我喜歡的 還有呢 這個就是說 比較有功能語言 對 我看兩個瘦氣包湊在一起 怎麼會瘦氣包呀 她說她是因為特別瘦氣 讓你看不起 我說我在婆婆家呢 基本上也是這樣 我們兩個瘦氣包互相在一起 為了就不互相欺負 互相許暖 是不是 就不互相的欺負 她推工資拿七七度 還有點頭房子 所以她自身條件好了 行 那咱把這個趙先生請上來 行 好 郭榮哥 好 上班我來的時候您在這邊 今天您上這邊嗎 我還拿您開刀 好 您坐那兒 一會兒 你還得跟他幹 謝謝您對我的觀眾 好 您很優秀 坐這邊來 3號男士趙德明 70歲 北京人 李懿 教師退休 年齡咱們先說好了 我是67歲 再有兩個月我就 68了是嗎 就68了 您能不能接受 年齡的問題 沒關係 咱們先互相來聊一聊好不好 行 先跟您說了 那這樣啊 有緣千年來相會 無緣對面手難牽 長相的兩位能否擦住愛的火花 接下來進入更想懂你環節 阿姨是有一個女兒 對吧 對 對 現在也成家立業了 又有兩個孫子了 對 小家挺幸福的 對您再找他什麼態度 他說您找去吧 我說我上選擇報名吧 請您報吧 是支持的是吧 先生呢 我有一個現在41歲的兒子 我們已經18年沒有聯繫了 我也不再想這些問題了 所以依然也是不需要考慮孩子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是不是 開開心心每一天 我們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好 是吧 健康情況 我是沒有什麼病 目前啊 以後歲兒大了 現在不吃藥 現在呢 我是三高一二不少 什麼都有呢還 但是我聽醫生的話 我按是吃藥 阿姨會介意這一點嗎 三高啊 我看他那個挺好的 我雖然說沒有那三高的那個帽子呢 可我也控堂 趕快咱們去控堂 所以您不介意這事是吧 可以一起走路 挺好的 要有糖尿病我接受不了 受限制太多了 好嗎 謝謝 我是 我的 太陽